我們將第八題範例 這個是N通道的控閥鞋 MOSFET 一部多的就IPSS ME12MA VGS OFF 這個就是指VP 這個跟VP是一樣的 等於-4.5V 它要求在這個情形下面 VGS 0V的時候-2V的時候-3V的時候 這三種情形下面 ID會是多大 第一個當然要被公司 ID等於IPSS乘以 1-VP分之VGS等平方 數據代入12 VP-4.5 D種前行VGS等於0伏特代入 這樣算起來以後 你看這是0 所以1-0還是1 所以算起來12MA 另外一種回答呢 可以不用這樣算 直接回答12MA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定義 就是告訴你說 當VGS等於多少的時候 才有資格保留電流 叫做這個IPSS 對 當VGS等於0伏特的時候 那時候的甲子電流 才有資格叫做IPSS 這樣聽懂嗎 否則其他情形 飽和的時候呢 都只能叫做這個甲子電流而已 不能夠成為IPSS 因此呢 根據定義 這裡就是剛好說是0伏特 VGS等於0伏特 所以呢 連算都不用算 直接回答 ID等於IPSS 等於12MA 這樣也可以 好 再來第二小題 這個就算了啊 是不是 好 好 代共識 第一個12 再來 VP 再來 VGS 好 好 這樣算起來以後 3.7MA 好 第三小題 好 負3 待入 好 計算機按完 1.33MA 同學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因為公司有備都是ok的啦 這個就 沒什麼 問一聽嗎 聽嗎 好 好 就這樣